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善良的小兔子的故事 从前在森林中住着一只兔兔 它唱歌特别的好听 它唱歌特别的好听 然后它也喜欢种萝卜 它非常的擅长种萝卜 有一次兔兔走到集市上 它去卖它的胡萝卜 它种的胡萝卜特别的好 每一次都很快很快就被卖光了 兔兔把萝卜摆好 各大饭店的老板马上就把萝卜给一墙而光 于是兔兔非常的高兴 收摊就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 兔兔遇到了狐狸 狐狸对兔兔说 兔兔你这么善良 能告诉一下你的萝卜是怎么种的吗 兔兔回答道 好的 当然可以呀 狐狸先生 你可以到我家去 你可以参观一下我的庄园 顺便我给你讲解一下 胡萝卜是怎么种植的 于是乎 狐狸就跟着兔兔到了兔兔的庄园 兔兔带着狐狸来到的自己的庄园 并介绍说 这里都是胡萝卜 然后冬天的时候 还可以用这些胡萝卜来做汤 狐狸跟着兔兔 一直在点头 兔兔继续说 其实种胡萝卜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爱胡萝卜 像照顾朋友一样的去照顾你的胡萝卜 很快就会有收成 突然 这个时候 狐狸一下子就晕倒了 一下子晕倒了过去 吐吐大叫 狐狸先生 狐狸先生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但是狐狸先生一点动静都没有 于是兔兔特别的紧张 他跑到卓梦了先生的医院 问卓梦了先生 说 狐狸先生晕倒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狐狸先生对兔兔说 傻孩子 狐狸在森林里面鸣声 你不是不知道吧 你呀 必须要为你的善良给买单 于是乎 兔兔听了狐狸先生的一番话 马上跑回了自己的庄严 发现自己种的萝卜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于是兔兔非常非常的失落 他非常非常的沮丧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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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部偷走了 于是猪猪对狐狸说 没事的 狐狸先生是看你种萝卜太辛苦 看你卖萝卜特别辛苦 于是狐狸先生帮你的忙 把这些胡萝卜全部拔起来 到集市上去卖掉了 过了几天 果然狐狸找到了兔兔 他把钱给了兔兔 于是兔兔不再不开心 他变得开心起来 然后狐狸先生非常的害羞 他感到非常的害羞 马上就走了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 猪猪是为了帮小兔子 于是他主动去拦住了狐狸 要求狐狸把他所有卖的蘑菇的钱 给到小兔兔 最后猪猪还是对兔兔撒了谎 他既保护了兔兔的萝卜 他同时也保护了兔兔那颗善良而又单纯的心理 好的 这就是善良的小兔子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